《中國股市結局已定,誰來什麼呢?》 《中國黃金洲電影票房疲約》 《戰機沒人開》 《中共海空軍都告急》 《太陽風暴來襲》 《紐約飛香港韓班改降大阪》 《港人從陽節年假,蜂擁北上》 觀眾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香港時間10月12日 週六 歡迎收看《兩岸要問》 我是黎珊 下面是新聞的詳細內容 中共黨魁習近平不惜政策180度掉頭 也要刺激股市上升 但這次的行程只維持不到兩天 這兩個星期A股鎖住了百姓2萬億到3萬億的血汗錢 10月11日 原本對貸款炒股裝籠作瓦的各大銀行 突然態度急轉 陸續有超過20家銀行 發緊急聲明說 嚴禁信貸資金流入股市 國內網民議論說 銀行都知道 錢一旦入股市就拿不出來了 當習近平拼命地抬高股市的關頭 銀行界竟然一起急殺車 有人議論說 一來反映股市不行了 二來是中共的官員也不把習近平當回事 可以見到人心已經盡失 大家都在等習近平玩完 這兩個星期的行程 吐死了老百姓3萬億的血汗錢 職業投資人貝洛斯法文說 這次硬拉起來的所謂牛市 結局已定 肯定是雞毛鴨血 但不確定會由誰來揹 行程是央行引爆的 最後說不定就是央行這群人被清洗 來揹這個黑鑊 不過當局還在想辦法刺激股市 中共財政部在這個星期六 召開記者會 預料會再推出大規模財政刺激措施 亞洲金融對財政部的刺激措施 不抱什麼希望 因為真正需要的是 配套政治改革 如果不看動似樣的結構性改革 不僅股市會持續下跌 實體經濟都會被印度 越南等生興的市場瓜分 亞洲金融還提出 中國股市泡沫破裂 歷來是有內部消息的大投資者獲利 絕大多數人虧損 例如2015年股災中 權貴階層拿走了窮人的2,500億人民幣 現在可能會重現這個悲劇 如果窮人最後覺醒 A股可能連1,000點都難以維持 也有分析認為 中共拉動這次的政策牛市 就是有意消減百姓的存款 一篇自媒體文章說 和大家講一個殘酷的真相 存款太多了 對上來講不是好事 現在所有的政策就是要消減大家的存款 存款太多 意味著錢在金融系統空轉 這個對經濟流通來說不好 因為官方現在要做的 就是要派多些貨幣 然後導致貨幣流通起來 當募資急就是要居民把存款拿出來 但是百姓這幾年學乖了 既不投資也不消費 就知道存錢 於是當局就拉動股市 然後再通過專家和自媒體造勢 就能夠將部分居民的存款 壓到股市裡頭 事實上 價值日前的最後一個交易日的 3萬億交易量 正是來自股民的存款 但存款和貸款都是有一個盡頭的 暴漲之後就必然有暴跌 股民看到股市不斷地上升 會非常樂觀 很難見好就收 結果在一片熱烈的氣氛下 被突然的暴跌通殺 到了那時拿存款甚至貸款炒股的股民 不僅多年的積蓄蕩然無存 還會負債累累 文章最後說 發動牛市是消滅存款的一種方式 這次牛市又會是一輪巨大的財富轉移 財富將會從大多數人的手裡頭 轉到小部分人的手裡頭 從窮人的手裡頭轉到富人的手裡頭 你要思考的不是如何在股市上賺大錢 而是你的存款不要被蒸發了 觀察人士擔心 在經濟不景氣 失業率暴增的背景下 中國社會本來就已經是亂象頻發 現在政府帶頭停而走險 不排除經濟崩盤就在今年出現 到時候可能會出現官逼民反 爆發社會革命 或者是另一個可能 習近平為了避免經濟崩盤 威脅政權安全 可能會收緊控制 轉入計劃經濟 令中國北韓化 中國十一黃金洲電影市場繼續疲弱 總票房和觀看人次比去年同期下滑 平均票價更跌到4年伸低 巨貓眼研究院10月8日公布的 黃金洲電影數據調查報告 10月1日至7日 總票房人民幣21億400萬元 同比下跌23% 總觀看人次5209萬人 同比下滑20% 小紅書上陝西博主多雲發文說 黃金洲的電影多數是以歌頌苦難 表彰善行為主 這與公眾的情緒嚴重脫節 現在的觀眾更喜歡復仇類的題材 可以看到 現在的公眾最大的情緒需要是攝影 江蘇網民 宇文寒濤留言說 好電影在於好劇本 這個時代思想的枷鎖太重了 可以拍的題材就是這麼多 都不敢踩過界 福州網民挖強的余美文表示 不是電影有問題 而是大家的荷包沒錢 深圳一名匿名的張導演和《美國之音》說 黃金洲一向都是以所謂的外國電影為主流 製作人目的是要拿到官方的寶座 而不是真誠地創作 張導演批評說 這種外國主義電影肩負了政治任務 限定在叫燒戰爭 美化殺戮 銘記歷史 和民粹主義搞亂了 這種電影已經淪為 意識形態傳播工具 其實只會引起觀眾的反感 張導演說 真正的愛國主義影片 應該是宣揚和平為主的 而不是讓大家恨美國、恨日本 此外 張導演還提到 短視頻平台被電影業帶來了致命的衝擊 各類的電影被剪接成兩分鐘的劇情解說 劇情透露令觀眾失去了內心 看整個片 也不在意電影的技術和視聽效果 影視博主劉先生也說 網絡的短劇改變了很多人的習慣 民眾已經沒有耐性看長片 再加上電影出品方會在上映前 在抖音投入大量的營銷短片 其實觀眾對這個很反感 因為知道這種營銷是假的 為了搏眼球 實際觀看的效果可能完全不同 印太局勢不穩定之際 各界關注中共和美國軍事實力 分析指 就空軍來說 除了戰鬥機性能的差異巨大之外 中共還面臨人力不足的問題 據軍事專欄 地球村談之 10月11日 談到中美的高超音速戰鬥機 美國代表性機型 SR-71 黑鳥偵察機 已經服役了24年 在1990年正式退役 創下了3.3馬克的最高速度紀錄 前蘇聯在1969年推出的米格25戰鬥機 以3.2馬克的極速文明世界 在這個對比之下 中國在2000年推出的第五代戰鬥機 1020 飛行速度是2.4馬克 中共官方宣傳說 雖然1020飛行速度不如美俄早期的高速戰機 但是1020的生產速度不斷提升 總部署已經接近300架 成為中共空軍的核心力量 這個又引出了另外一個難題 就是飛行員的人數不足 最近中共的中國軍號發文說 目前部分二代飛行員 直接轉為 駕駛最先進的五代戰機 1,020 這種連跳幾級的現象 在以往的軍事航空史上 並不常見 顯示了共軍飛行員的供不應求 土耳其媒體也曾多次報導 中共空軍目前有14個 1,20戰鬥機女 1,20去年年產量估計超過100架 未來中共空軍繼續面臨五代飛行員短權問題 不僅空軍 中共海軍也人力不足 在2025年度選拔中 中共海軍放寬了視力要求 允許做過視力矯正手術的人報考 也有分析認為 中國百姓現在普遍有反戰情緒 不願意當兵 沒有人死心塌地敢為中國共產黨賣命 香港媒體10月11日報導 因為原定的路線受到太陽風暴的干擾 郭泰一班由紐約飛往香港的CX-831客機 被迫更改航線 在中途日本時間10月10日的傍晚 降落在大阪關西國際機場 這班客機最後被原定的日期 遲了一天抵達香港 郭泰航空子由於更改航線 飛行時間將超出了機組人員工作的法定時間 航班需要中途降落大阪 郭泰安排了另一批機組人員到大阪接手 等待航機補充燃料後回港 據美國國家氣象局消息 當地10月10日晚上 太陽釋放強大的太陽搖斑 和入面物質拋射 造成太陽風暴 太陽風暴不會直接地影響地球生物 但是太陽風暴中的大電粒子衝擊下 地球磁場的強度和方向 會發生急劇不規則的變化 形成了地磁暴 地磁暴會影響通訊和導航等 嚴重的情況下會影響 需要儀器導航的飛機和船隻 香港今年重陽節三天連駕 各個口岸湧現了北上的人潮 入境處的數據顯示 10月11日連駕的第一天 截至下午4點已經有超過71萬人次出境 其中超過48萬是北上內地或去澳門 各口岸大排車籠 有些北上路線塞車超過1小時 預計香港這個週末的餐飲娛樂業相當冷清 綜合香港01 自由亞洲等媒體報導 不少港人在社交媒體分享了 經港珠澳大橋北上到珠海塞車的經歷 有人說用了大約2小時才過關 香港警方說 深圳灣管制站出境的車輛太多 要一個多小時才能過關 港鐵10月11日下午 實施口岸人潮管制 以前香港人從陽至北上主要是回鄉下拜山 但現在已經不同 香港人阿陳和自由亞洲說 自己是趁場價北上消費 內地的東西比較便宜 可以玩的地方也比香港多 對於港府在年假期間 推出的各種速消費措施 阿陳覺得政府的宣傳不足 香港現在的情況也吸引不到她流港消費 如果週末留在香港 一般的活動都是和朋友逛街 爬山、游泳為主 消費會比較少 港人蔡小姐也覺得香港湧劑 難以吸引她流港消費 香港的柏黎大道趁假期舉行了18區 日夜都紛紛活動 但是協助籌劃活動的工作人員說 10月11日的人流比平日更少 是意料之外 這個週末的生意額不敢想像 有小紅書用戶形容說 我不是在香港 但身邊全部都是香港人 在深圳的我可以負責人地跟你說 這個火爆的場景 不用等到節假日 每個週末都會上演 也有人問 香港賺錢深圳仔 那香港的商家怎麼辦 這期的新聞報導完畢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點讚、訂閱和分享 這也是對我們很大的支持 多謝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